看看今天能不能夠有所改善 戴婷恩在外圍秀了一個 算進去了 表現得還不錯啊 戴婷也投進四顆 但是到第三、第四節 全部只金額一顆而已 所以這樣子一來一往 你看對方又投進 他來滿波出來 戴婷恩的外圍出手 今天賴婷恩還蠻準的 特別是在第四節 在過去兩場比賽 都讓對手得到80分 哇 這一球賴婷恩得到分數 現在在場邊要來訪問到的是 今天本土表現最出色的 賴婷恩在得分表現部分 今天個人上看到的雙位數 同時也有三顆三分球的進場 婷恩來談一下 從這個季初開賽的時候呢 其實自己是身體受傷 而且不能上場的狀況 到季中之後 從防守做起 而且表現持續回穩 現在進攻端又有發揮 談一下這段時間的調整 就是剛開始之前受傷嘛 然後就是調整身體的狀態 然後後來加進去團隊訓練的時候 就慢慢的融入他們 然後因為在這個球隊也待很久 然後就進入狀況的時間 會比較快 是 那談一下 因為這段時間裡面 勇士隊的防守 其實是讓這個球隊 能夠贏球的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連續三場比賽都讓對手 低於他們賽季的平均得分 而且這樣比賽還得不到80分 談一下這場比賽 或者說這段時間裡面 在防守團團隊所做的努力 就是場上的溝通會多一點 然後大家練球就更專注一點 因為下半季我們就想要 就是倒回我們上半季的那些霸氣 然後然後繼續連身下去 甚至到冠軍賽 對 團隊有感受到要拼連霸的壓力嗎 我覺得就是一場一場慢慢來吧 對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然後一場一場調整 他表現出最好的自己的那個 那個什麼狀態 對 是 謝謝廷恩 請繼續加油 好 謝謝